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不转型了。 网传杨子江出演长相思,网友评价却各不相同。 现在很多电视剧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有着原著小说的粉丝基础, 可以让剧在一开始就拥有很高的关注度。 但每一个读者心目中都有着自己对于小说角色的认定, 所以在挑选演员时就很容易出现原著粉不满意的情况, 甚至出演的演员也会遭到谩骂。 近日,由网友爆料由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长相思》这一次终于确定要拍摄了, 这部小说是由步步惊心的同作者童华写的,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在两三年前就说要开拍了,但却一直因为各种原因没拍, 所以此次确定会在三月底开拍,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当然电视剧开拍,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这部剧的女主人选, 从说要开拍到现在,赚得最多的人就是杨子了。 而现在杨子也一直没有进组,很多人猜测就是在等待这部剧开拍。 所以这部剧的名字也一度登上了热搜。 而关于这个选择,大家的意见却各不相同, 有不少书粉认为小说女主是一个美艳型的人物, 而且本身性格比较冷清型,而杨子很明显是甜美型的, 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与这个角色差别比较大。 所以并不希望由杨子来饰演这个角色。 但也有网友认为杨子的演技毋庸置疑, 之前也挑战过不同风格的角色,都可以演绎得很好, 而女主这个角色是非常具有深度的, 即使是外形符合,但如果演技跟不上的话, 也很难演出这个角色的精髓, 而杨子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这部剧至少要拍5个月, 而杨子此前也拍过不少仙侠剧了, 对于现在的杨子来说,不需要再拍古偶来积攒流量, 而是需要拍一些现实主义题材的证据来进行转型, 所以一部耗时间又对杨子可能没有太大加成的古偶剧, 也没有必要出演。 当然除了主角之外, 这部剧很受关注的就是男主的人选, 剧中主要有三个男角色, 而且性格和人设各不相同, 都是围绕着女主的, 其中男三的人气在原著中甚至比男主角还高, 如果按照原著拍摄的话, 三个男主的人选是非常难以挑选的。 不过据网友爆料, 男二男三的人选还不确定, 但男主很可能是由张婉毅来进行出演。 而杨子如果搭档张婉毅的话, 新鲜感还是有的。 但不确定会有怎样的效果, 不过现在一切都是网传, 既然这部剧三月份会开机的话, 那么就等正式官宣的时候就知道了。 看到网传杨子将会出演电视剧《长相思》,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 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观点。 有一种合影叫任嘉伦, 跟谁都是保持距离, 唯独对他藏不住爱意。 近日, 由迪利热巴, 任嘉伦一同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与军出相识终于公布了最新消息, 或将于二月份与观众们见面。 此消息一出, 网友们纷纷表示, 以迪利热巴及任嘉伦的人气与热度, 想必这部电视剧一定会取得 非常不错的收视率。 继而也让不少网友感叹, 任嘉伦真是为数不多, 英年早婚还能拥有 如此高的热度的男明星。 且不说去年有乌鸦小姐 与蜥蜴先生不说再见, 一生如故一生一世 等多部电视剧与观众见面, 仅央视春晚变从去年至今年 连续两年登上舞台 为观众们带来精彩的小品 与歌曲演唱表演, 更不用说还参加了 多档热门综艺节目的录制。 若凭选当红男明星, 必然有任嘉伦的一席之地。 而不少网友都没想到的是, 若不是任嘉伦近日晒出 他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陈梦一同到训练场馆 故地重游的合照, 大家都不知道原来任嘉伦 在没有选择演艺道路之前, 也是天赋不错的乒乓球种子选手, 而且原来的名叫任国超。 如此接地气的名字, 让网友们纷纷调侃原名, 非常适合当乒乓球运动员, 可惜在16岁时 因伤中断了乒乓球运动员的生涯, 还在青岛流停机场工作了一段时间。 不过, 凭借阳光帅气的长相 以及在唱跳、表演方面的天赋, 任嘉伦找到另外的梦想。 不过, 想必大家也都发现了, 哪怕任嘉伦进入娱乐圈, 除了对演艺事业非常认真、 努力外, 也宛如一股轻流般。 虽说此前是通过比赛成为赴韩国参加培训的男团练习生, 回国发展后也是出演了不少偶像型的影视剧, 但他与一般年轻男明星不一样的是, 在事业刚开始有了不错的起色时, 大方宣布了与同位演员的灭欢的恋情。 要知道, 那时候任嘉伦刚凭借青云至大唐荣耀美人为宪天机之白蛇传说等热门电视剧圈了无数女粉丝。 甚至当时因为与杨子合作了二部作品, 正是能吸引CP粉的最佳时间。 然而2017年3月, 任嘉伦不仅在网络社交平台个人账号上大访, 公布了与自己相恋了五年之久的女友聂欢。 紧接着在2018年2月2日, 官宣了自己与聂欢的婚讯以及已经尽生为爸爸的喜讯。 令许多网友没想到的是, 任嘉伦这一系列的开诚布公的举动, 不仅没有引来粉丝们的不满, 还因为如此豪爽, 直接的表现获得了网友们的赞赏。 或许相比于遮遮掩掩, 如此坦诚的态度才是大众所喜爱的吧。 正如此前陆寒在网络上大方官宣了自己与官小彤的恋情, 也令他获得了许多网友的好感。 更何况从任嘉伦偶尔分享与聂欢的合照来看, 眼中满满的爱意实在令人忍不住送上祝福。 还有此前不少网友将任嘉伦与其他明星的合影做了对比后, 更是明显发现, 有一种合影叫任嘉伦, 也就是和谁都会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却在与爱妻聂欢合影时, 对她的爱意藏都藏不住。 如与合作几次后, 已经成为圈内好友的养子合影时, 虽然可以看出俩人都十分开心, 但依然会保持足够的距离。 继而被不少网友调侃, 任嘉伦这是充满了已婚男性的自觉。 在反观她与聂欢的合影, 不管是肢体还是面部表情等, 不仅仅是放松, 更多的是真情流露的亲密状态。 当然, 除了自觉与异性女星们保持距离外, 哪怕是还未公布恋情时, 任嘉伦虽说一直与不同的女演员合作, 但也不会为了热度进行刻意炒作。 不难看出, 为了不让当时还只是女朋友的聂欢误会, 任嘉伦真的是非常用心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